哈喽大家好 我是Aivy 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醺酒馆 祝大家新年快乐 准备在我家里 请外国人朋友一起吃顿火锅过年 他们说 Aivy啊 我们过中国年 就要喝你们中国最有代表性的酒 白酒 白酒呢 作为我们国家的文化硅宝 我一定要给他们试一下 白酒的厉害 Yeah 但是我得坦白啊 我作为一个白酒小白 对白酒的印象呢 还停留在小时候偷偷喝了一口 深刻的体会到了 什么叫从喉咙拉到胃里面 再喷火回到喉咙的感觉 有过同样经历的扣衣 从此呢 我就乖乖认怂 已经有很多很多年没有喝过白酒了 我咨询了群里面的白酒资深酒鬼帮助 我分了四个箱形 挑了四款不同的白酒 首先声明啊 这期节目只为娱乐 之后呢 我会出一些节目来跟大家深挖科普 白酒的硬核知识 友情提醒 过度饮酒 危害健康 白酒是拿来品的 不是拿来干的 白酒简单来说呢 就是用各种粮食发酵出来的蒸馏酒 中国白酒呢 一共分12个箱形 请出我们今天的四位箱形白酒 青箱形代表 粉酒20年 农箱形代表 五粮液 酱箱形代表 茅台 王子酒 你们是不是太看得起我了 说真的 飞天茅台这个价格 对新手真的是太不友好了 只能退而求其次 其实呢 王子酒跟飞天茅台的工艺跟酿造方式是一样的 只是酒的质量可能差了那么个一点点点点点点点 最后请出特别代表 西凤型西凤酒 大家如果喝过哪一款在上方 扣1234 或者把你最喜欢最推荐的白酒 扣在上方 下期白酒节目呢 我就会根据呼声最高里面的白酒选出来跟大家一起做测评节目 首先我们来试一下清香型的粉酒 这么大的盒子 你这么小的酒 我闻到一股咸咸的味道 梅菜干 米醋 酸酸咸咸 淡淡的菊花香 浓香型五粮液 五粮液这个包装真的是 不只是防伪防盗还防喝 我是用蛮力把它撬开了才能打开 这款五粮液呢 也是我今天测评里面最贵了 五粮液呢之所以叫五粮液 它是用高粱大米玉米糯米小麦五种粮食来酿造而成 菠萝 我闻到了好强的菠萝的味道 还有龙眼红枣芒果干 蜜香 入口第一感觉是辣 但它的辣是一个温和的辣 而且它酒体很圆润 我感觉现在是各种味道在我口腔里面爆炸爆炸爆炸 接下来酱香型代表选手茅台王子酒 如果有酒鬼喝过飞天茅台跟王子酒 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它们的区别在哪里 豆瓣酱的味道 这就是为什么叫酱香型 豆瓣酱 还有股芝麻酱的味道 就是卤的肥肉 喝出了老抽 但是它的回味是一股肉味跟红枣的味道 有点像锅巴 厚厚的那个咸味 很饱满的咸味 辣倒是不辣 就是喝下去很顺很顺 最后一个香型 凤香型 我看到好多人推荐我 刚才五羊叶的味道 其实还蛮像的 酸度在那里 香很香的粮食的味道 我觉得这西凤酒有一股爽感 就是喝下去不油腻 我觉得前面那几款都是处于比较厚重 这个西凤酒它是一股很清爽 有一种竹林风吹过来的味道 满适合女生想入门白酒的话去喝 又润又香又好喝 但要是问我吧 今天的四款排名的话 我觉得粉酒酸咸味 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 第三名王子酒 它的口感呢 就无关无过没有特别惊艳 一个是我今天的第一名呢 我还是投给五粮叶吧 五粮叶那个菠萝 就果香那个香气 这是怎么酿的呀 这个果香是从哪里来的 我真的是要好好学习一下 我会出一期给大家深挖 现在就可以自信满满的去推荐给我的外国朋友们 晚点呢 我会告诉大家 他们外国人最喜欢的是哪一款 会让他们去做一个投票 喜欢Ivy的节目 别忘了 三年一个下期节目 我们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